招募海报清楚写下要找已经打过AZ疫苗和还没打过新冠疫苗的受试者 这项人体试验分为AZ打高端的混打组 与两剂都是AZ的非混打组 很多疫苗都可以用来混打 可是我们指挥中心现在好像只推荐高端去做混打的动作 那这个是个很糟糕的一个行为 等于是在二次护航高端的意思 痛批这样的做法主要是因为从他医生的角度来看 认为高端疫苗没有经过第三期临床试验就先成为先发投手 现在才开始让高端来与AZ混打 让外界更不清楚高端的真实防护率 比较目前台湾有的疫苗 BNT和莫德纳都属于MRNA疫苗 AZ则为腺病毒 高端则属于重组极蛋白 水里上来说两剂最好打一样防护力较高 但现在似乎有意让属于极蛋白的高端疫苗与各种新冠疫苗混打 那我们现在把第二剂的RNA疫苗变成蛋白疫苗 到底能不能有同样强度的刺激 不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个其实是不清楚的 那这个需要做立场试验才知道 必须要有证明说莫德纳混打高端 它的效果不略于莫德纳接莫德纳 因为这个当然是比较合理的啦 尽管疫苗专家会议召集人就表示MRNA与极蛋白疫苗混打安全上没有问题 但除非临床试验结果证明第二剂混打的极蛋白 综合抗体优于其他混打组合 否则不会建议让第二剂混打高端 让高端混打比较高的机会 是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所做的选择 JBS新闻与新汉颜沛于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